快看,他们要挖出20年前埋下的时光胶囊 20年前的普通物件现在没有生产变成宝物 大熊他们也想埋时光胶囊 觉得20年后会变成有钱人 于是大熊回去找蓝胖子 没有找到蓝胖子 不过发现可以装时光胶囊的圆球 胖虎和大熊他们来到公园 他们都准备好要埋藏的东西 大家都把东西放进圆球 胖虎挖好洞后 竟想把圆球放进洞里 他们相信20年后会变成很值钱的宝物 这时蓝胖子找到大熊 问大熊有没有看到百年胶囊 原来刚才埋藏的圆球就是百年胶囊 而且大熊把开关设定成红色的 圆球是个时光机器 蓝胖子说设成红色 就会回到100年前 胖虎挖开发现全部东西消失不见了 全部东西都去了100年前 胖虎很生气要让大熊去拿回来 大熊和蓝胖子只好穿越到100年前 100年前城市都是乡下 他们要找到埋藏百年胶囊的公园 100年前的汽车很是稀奇 大熊发现古代人长得跟茎香好像 蓝胖子来到公园 终于找回百年胶囊 大熊想把他送100年后的人 接下来让他到2112年去 2112年也就是蓝胖子诞生的那一年 大熊要寄合影照片给未来的蓝胖子 蓝胖子说他刚诞生的时候是有耳朵 没想到现在变成这个样子 蓝胖子不想未来的自己看到这样的他 蓝胖子为了阻止百年胶囊 马上来到2012年9月3日 100年后大熊的家变成了公共厕所 可是到地方后有机器人把守 这时看到了百年胶囊